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循环的机制 就是一个六道轮回的一个程序 我们人实际上生出来很苦 然后慢慢地开始懂得什么样叫甜 我们人的感受 想实现理想 但是没有实现 它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当我们中年了 慢慢进入了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们开始懂得自己的观点和观念 我们不能接受父母亲的观点 我们又不能接受同学和朋友之间的观点 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痛苦 那就是心灵的痛苦 然后等到毕业了 然后等到毕业了 我们好像已经找到了我们自由的一个空间 终于毕业了 我们可以大展宏图了 然后找到工作之后 没想到同事之间 朋友之间又产生了很多的痛苦 因为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异 就是观念不同 观点不同 再加上人跟人之间 意识形态产生的 对某一件事物的理解不同 那么处理不好事物又开始痛苦 慢慢地觉得别人不了解自己 事业上开始不顺了 又会痛苦 然后等到稍微再年纪大一点 找到了家庭了 以为家庭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幸福 慢慢地感觉到跟自己所恋爱的人 观念不同 又深深地陷入了家庭的痛苦当中 最后在家庭的矛盾当中 开始产生了更多的执着 认为总是自己对的 别人不对 那么家庭矛盾之后呢 又有了孩子的痛苦 对孩子的不理解 和孩子对自己的不理解 慢慢地产生了更多的内心 不能承受的不理解的苦 所以孩子长大了之后 慢慢地对父母亲的很多的习惯 性格 讲的话 所觉得遗弃 和一代人的差距 慢慢地又开始承受着苦痛 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讲的 世界上 凡事 只要你有形物质 无形物质 只要带有感情 只要带有一切 人的感情 或者有形的物质 到最后 基本上 是属于空的 空的 就是给你带来不实际的 不能让你理解的 那种痛苦 所以很多人说 童年时候还很幸福 为什么越长大越痛苦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则 这也就是轮回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世界上的物质世界 一切都会成住坏空 我们包括人 和一切有生命现象的和无生命现象的物质世界 均为空 比方说我们 任何一个房子 车子 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慢慢的变坏 变了腐烂 变了没有用 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虚无世界 所拥有的 曾经拥有的 让你现在失去的一个物质 就像我们人的感情一样 我们曾经对某一个人很有感情 但是随着这个物质的慢慢的消失 就变得我们对它慢慢的沉默 我们的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曾经照顾过我们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 曾经有过的事物 但是随着它的人的事物的存在 到成住坏空 最后失去 实际上让我们懂得 一切有到最后均是无 一切无又是从有的开始 这就是经经当中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看待人间的事物 他不会执着于某一个观点 他知道今天的有 可能应遇着 下次的没有 今天的没有 可能应遇着 再过些时候的拥有 所以在无形的世界当中 认为有的那是什么 认为有的那是灵魂 因为它永远存在 哪怕你的肉体不工作了 哪怕你的气没了 你的灵魂它还存在 所以说灵魂那是永存的 而物质世界的东西 它都是暂时的拥有 它可以随着成住坏空而消失 所以这个世界上 一切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物质 实际上它都会在消失当中 所以佛法界不把他们称作为有 称作为 这个是暂时的 视为虚空的 只有精神上的东西 灵魂 佛法界把它视为真有 真空 所以当你拥有了自己的灵魂 碰到事情都能够处理 来理解 能够解决心中的难题和困难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是真空妙有 所以要注意 有时候修行的时候 我们不能执着 尤其不能执着于空 所以很多人说 我想通了 我明白了 我顿路空门了 你就算出家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空 什么叫真空 因为要明白真正的空性 那是不实在的 那是一种虚幻的 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而我们拥有真正的灵魂 那是经得去时间考验 所以空与不空 我们不要去想 只要好好的修 如果有一个人说 我一定把自己修的真空 我一定把自己修空 那你本身在执着于空当中 就像一个孩子 说 我不要玩具了 妈妈 我再也不要玩具了 说明你脑子里还想着玩具啊 如果真的不要玩具的话 他提都不会提 他想都不会想 他已经没有这个思维了 那叫真不去想象 那是真的放下 那么真空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心中有佛的人 心中就会有佛心 所以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经常去帮助别人 实际上你的心 在做佛的事情 你只有成佛了 那你才有佛心 你今天有佛的心了 愿意帮助别人 慈悲于众生 那么你就是佛心 所以像这些 是佛是心 非心非佛 并不是佛 也并不是你的心 那是什么呢 那是已经镶嵌在你的八十田中的 一种般若智慧 一种理解 一种对佛法的 深深的印在自己内心当中的 我们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已经不使你认为 它是一种概念 也不使你自己认为它是一种理念 而是一种妙法 而是一种虚幻的 让你已经成为一种自然想象出来的 碰到就能够自然想象出来的一种理解 然后你会去做 所以这就叫以空反性 什么叫以空反性 当你什么都想通的时候 你才会找到你的本性 什么都放下了 不跟别人争了 我无所谓了 你就找到你的空性了 你的本性了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本性要还净 什么叫还净啊 还到原始的本性当中 就是干净 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干净 如果我们把别人东西弄坏了 我们不会逃走啊 我们肯定说 妈妈 爸爸 我们把东西弄坏了 哎呀 人家阿姨知道了怎么办 如果妈妈说 不要去管她 她不知道的 那你的本性就被污染了 只有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她的干净 才是在本性当中出来的 当我们越来越长大了 我们被无作恶失的 名利是非所缠绕 变得慢慢的势力 慢慢的在心中不干净 我们才能失去 当时我们才能失去了 明心见性的悟性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找回我们的本性 叫以空反性 你才能明心见性 所以不要去讲究外在的物质的空性 你说任何的外在的物质 它也是有空性的 这很简单 这也不稀奇啊 为什么呢 哪个事物到最后不是空的吗 你说哪一件事情到最后不是空的 你就是房子几百年之后 它也得推掉重造 那一切人到了百年之后 也得走啊 它都是有一个时间的 而在这个时间的空间当中 你不要去执着外在的物质的空性 你也不要执着你内心世界的空和油 你不去执着你内心有没有 你到了最后一切自然 所以很多人走的时候 他放不下这个放不下那个 哎呀我对不起这个 我对不起那个 实际上他就是执着 实际上他放下了外界 但是放不下那内心世界的空和油 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人的一生做出多少事情 等到你要结束的时候 你总结的时候 你才想到我对不起他 我对不起他的时候 实际上 这就是你的执着 你的执着造成你没有空性 你放不下 你在心中有那些觉得亏欠别人心中有肮脏的东西 那么你就会失去你的本性当中的空性 所以师父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每个人要从一种自然当中去找空性 自然当中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天天帮邻居扫地 他没觉得我是在做好事 他每天就扫地扫地 他一年下来 他还是扫地 不管人家怎么讲他 他一直扫地 扫到后来 他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 他没有觉得这个扫地是好的和不好的 也没有放在心中 觉得我在做好事 我在帮你 他自然地就出来了 你说这个人时间长了 几年 十年 二十年下来 他是不是一个好人 是不是一个模范 是个好孩子 所以就是要找到自信的空 找到一种高尚的品质 而你天天在品质 高尚的品质当中 在做这些事情 而在自己的内心 又不执着我做了这些很好的事情 让我的本质和品质变得高尚 因为他自己觉得自信本来就是空的 这些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并不是说 我因为要想得到某一个利益和名誉 来做这些事情 它就是本性空性 那么当到你能够懂得这些的时候 你即可悟出宇宙的空性真理 宇宙的空性真理是什么 一切归空 一切唯心造 苦空无常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空空无常 这样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就不会去执着 因为我要做这些事情 或者我有意去做 或者我就是做了 我不想得到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知道 做这件事情 我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和名誉 菩萨就是要我们修道 连这些知道你都不要 那就要自然 自然空性 那么就是空性的真理 就被你修出来了 然后你就懂得 心里干净 不往外求了 好 谢谢大家